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谈一谈习近平的老年危机 再谈一谈这一次两会的维稳战略 中国人咱们都喜欢整数 喜欢十、喜欢百 那么今年就是很多一连串的 跟中共的现代史相关的 跟中国现代政治相关的一连串的整数 汇聚在一起了 比如说70年以前 中共篡夺了政权 60年以前 中共平定了西藏人民的革命 40年以前 中共第二代领导集团 邓小平为首的领导集团 开启了改革开放 所谓的改革开放的局面 30年以前 他们的改革开放 突然中止了 镇压了六四学生民主运动 20年以前 江泽民集团第三代领导人 镇压了法轮功 那么十年之前 中共镇压了 胡温时代 中共镇压了新疆地区的民族暴力冲突 照理说呢 这么一连串的大日子 都聚集在今年 对中共来说 应当是一个充满了这种胜利的节日的气氛的 喜庆气氛的这么一年 但是呢 实际上啊 我们看不到一丁点喜庆的气氛 而是看见了到处都弥漫着一股不安的这种气息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因为中共在他们呢 这个篡夺 见证七十周年的这个时候啊 他们遇到了巨大的危机 他们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 今年呢 是他们的一个大灾之年 今年呢 是对他们非常非常的不吉利 过去的 这个英国的哲学家 他也是数学家罗素啊 曾经说过有个七十年定律 说这个独裁 现代独裁暴政啊 很难维持过七十年 那他有一连串的 有有很多的论证啊 我们现在呢 就不去详述了 这个对中共来讲啊 对很多啊 中共体制内的人来讲 也有一个巨大的心理阴影 今年呢 确实是中共啊 非常难办 首先呢 是他在国际上面 已经遭到了四面的围堵 习近平所搞的一带一路啊 现在是全线的崩溃了 贸易战 现在也是全盘失败 已经打了败仗了 现在只不过是啊 在投降条款上面 怎么样能够啊 把这件事情结束 怎么样能够啊 让他们签订一个 让他们依稀上存的 不会全军覆没的 这么一个投降条款 在国际上面 过去顺风顺水的那种局面 一去不复返 现在陷入了空前的困境 那在国内呢 也非常的不好 现在经济是非常的差 过去四十年 中共知道他们的这个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已经完全丧失了 对人民的控制力 甚至是对他们自己 本党内部 这几千万党员的控制力 那么他们靠什么 建立他们呢 这个维持他们的统治呢 那就是靠发展经济 只要经济发展了 大家都有钱赚 有饭吃 人民不造反 官员呢 就可以贪污 那这种情况下 统治就可以造就 但是呢 现在啊 经济急剧的下滑 现在房市已经下滑了 股市已经腰折了 腰斩了 还有呢 就是企业 尤其是大量的实体性的企业 大量倒闭 几千万上亿的人失业 在这种状况下 民间的这个气氛 民间的这个反抗的情绪 也空前高涨 所以各地的 所谓群体性事件 就是老百姓聚集在一起 反抗 再聚在一起啊 争取自己利益的这种事件 吃起比伏 民怨沸腾 就是现在啊 社会上民间的 对中共的这种态度 体制内呢 受到各方面情况的这种压力 同时呢 又因为习近平 他在想在党内啊 搞个人独裁 搞所谓的反 这个反腐运动 选择性的反腐 打压政敌 所以党内现在是 人心惶惶 人心失变 所以国际上的国内的 这个体制内的体制外的 现在啊 全部是 没有一条好消息 全部是啊 一片愁云藏雾 所以放眼望过去 中共在七十周年的 他们篡夺七十周年的 这个时候啊 他们的前途 真是非常非常的不妙 往前一看啊 到处都是暗交 到处都是激流险滩 现在 这个所有的矛盾 集中在一个地方 集中在有一个焦点 这就是习近平 他是矛盾的集中点 也可以说 他是纵实之地 习近平即使是再奔 他的智商再低 他也能够意识到 现在中共所面临的困境 他自己所面临的危险 他自从和柏令周徐 这个集团开战之后 把他们打入大牢之后 他就必须得选择继续战斗 只有继续战斗 把柏令周徐的与党肃清 他个人的安全呢 才能够得到保障 但是这四个人呢 在过去在军队当中 在政法系统啊 这个人脉深厚啊 执政这个掌握权力的时间 非常的长 那怎么一时半会儿 那咋里竖得清呢 而且呢 他的这些与党 有明的有暗的 所以说他根本竖不清 那么怎么办呢 他只有一个选择 那就是来搞终身制 因为他一下台 别人就可能反扑 一旦反扑 他们他自己 甚至他的家族 可能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中共的这个绞肉机 就是这么残酷 那么他选择了 要搞终身制 要修宪 那最触动的 这个利益受到触动最大的 是哪一个阶层呢 那就是太子党阶层呢 那就是江征集团呢 因为那些人 还等着他下台了之后 大家轮流坐庄 大家来瓜分这个国 继续瓜分这个国家 你如果是搞终身制了 你如果是当了毛泽东了 那就有人会当刘少奇 有些人就会成为林彪 那就会成为你 这个案板上的肉 随时被你宰割 那些人内心里面 怎么能够平安呢 所以说他要和这批人的开战 那么他一直在忙于 这种党内的斗争 哪里有时间去搞经济呢 所以说中国的经济本来就已经出现了巨大的问题 这个时候本来要有人能够力挽狂澜 来改变这个经济结构 但是习近平呢 这个沉勉于这个个人 这个维护个人权利 沉勉于党内斗争 没有精力去顾及搞经济 所以他的这个领导班子 里面呢 没有一个真正的能够搞经济的 李克强稍微有点对经济 稍微有点兴趣 那不是专家 稍微有点兴趣 愿意去搞经济 但是李克强又不是他自己的人 他又不能够放权 让他去搞经济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中国的经济 那就是每一况愈下 在他过去六年执政期间 那经济的这个下滑的程度 经济这个恶化的程度 大家是有目共睹 那么怎么办呢 在国内经济没有起色的情况下 而维持这个庞大的政权又需要 庞大的经济资源 所以说他就开始铤而走险 想在国际上搞经济扩张 就有所谓的一带一路 这样呢 又引起了全世界 尤其是西方的这些强大的 经济上发达的这些国家 对他的警惕 那些民主国家 对他的围堵 所以说现在呢 就有了贸易战 就有了全世界 在全世界对华为的这种围剿 对中兴的这种围剿 以及对中国其他的所谓科技企业的这种围剿 现在呀 几大洲的这些国家 不仅仅是欧美国家 甚至是非洲国家 甚至是南美洲国家 现在呀都已经加入了这个反中共的打合唱 所以在国际上面又把自己的路给堵死了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习近平呢 是这个国家的元首 中共是世界上党员最多的政党 习近平是这个政党的党魁 当然他是个重要的人物 所以世界上有很多的人 很多的机构 在收集关于习近平的这些情报 分析这些情报 习近平的一言一行 任何一个小的 哪怕是一根汗毛的变化 他们都有可能 只要掌握得到的情况 他们都可以去收集 都去分析 那么收集分析习近平的 这个最全面最系统的 当然就是美国的那些机构 美国的智库 美国的情报机构 那么我前些天呢 有一个机缘遇到了一位 这个美国智库的中国问题专家 他告诉我一些非常重要的 同时也是非常有趣的信息 对所有的中国人 对所有的中共党员 对所有关心中国的命运和前途的人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我现在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位专家告诉我 说习近平现在 现在陷入了一个极度焦虑的心理状态 焦虑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他说在六年以前 当习近平刚刚登上大位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只有很少几根白头发 那么现在呢 现在他的头发已经全部白了 如果不是用软发剂 那么我们现在看见的 那就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子 习近平过去年轻的时候 身体是非常结实的 非常壮的 他自己吹牛说是 背二百斤麦子走十里三路都不换肩的 这么一头蛮牛 那当然这里面有吹牛的成分 但是他身体那个时候确实是很好 直到他这个登上大位之前 他的身体状况还是非常好的 但是自从他当了这个中共党魁之后 他的这个健康状况啊 就直线下降 那现在呀 已经有很多的毛病出现了 比如说失眠 据说呢 他是经常性的失眠 有时候啊 严重的时候整夜整夜的睡不着 因为什么呢 因为心里面的事情呢 可能实在是太多了 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而这个人呢 他虽然有一定的情伤 但是呢 他的这个控制力啊 对自己精神状态的这种把握的能力啊 并不是太强 所以失眠 这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但是呢 很有趣的是 经常性的失眠 同时呢 他偶尔 有几天呢 他有特别的失睡 一睡啊 就是十几个小时 有人呢 去推他 去叫他都叫不醒 当然了 推他叫他的人 很少有人呢 有这么大的胆子 看见了 这个领导 首长啊 今天呢 难得睡个好觉 所以说大家 这些身边的这些人呢 就不敢轻易的 把他叫醒 那么经常性的失眠 最后啊 他就会导致这个人呢 经常显示出啊 这个不能够掩饰出他的这个疲惫的神态 即使是在一些重大的国际这个外交场合 他都不能够掩饰出疲态 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呢 在天安门有一个盛大的阅兵仪式 习近平呢 出席了那个阅兵的仪式 那个仪式上面呢 习近平他就掩饰不住 他的这个疲惫神态了 本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合 是面对全世界 面对全国人民 面对全体的中国解放军的军人的时候啊 一个国家领导人 一个三军总司令 怎么会脸上露出那种疲惫神态呢 怎么会出现那种状况呢 那是因为他实在是控制不了 那个时候啊 就是他健康状况啊 这个直线下降的 一个转折点 这还不仅仅是 还不是这个最重要的啊 还不是最差的 最差的是什么情况呢 那位专家告诉我 现在已经得了老年痴呆症 痴呆到什么程度呢 痴呆到他有时候啊 说话的功能都丧失了 那练稿子 他过去一直是这个练稿子的 他的这个从来没有成为过一个很好的 一个讲话者 一个讲者 一个演说家 他都是练稿子的 但是就是练稿子 经常都会出大问题 那甚至是在一些啊 简短的这种交流 他有时候啊 都无法胜任 比如说啊 他在接这个 接受啊 香港的那个女特首 林郑月娥 在去北京向他述职的时候 两个人就这么做着 本来是接见下级 应当是啊 他应当是很放松的 应当是随便讲几句都行的 但是他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办法 随便讲几句了 所以那时候啊 他就练稿子了 大家一定印象深刻 在那种场合 那普通的人 一个正常的人 哪怕是你的 平时表达能力不好 哪怕是你智力不高 但是在那种场合 你也是不需要练稿子的 但是他居然就拿起一个稿子 对着就坐在他旁边的 这个下级 这个女下属 居然练起稿子来了 大家说奇不奇怪呢 这就是因为他有了老年痴呆症 那还有另外一个场合 他在接见 在和一个外国元首 在进行这个工作午餐的时候 那个时候要客套性的 要讲几句话 那个时候啊 他居然也练了稿子 两个人面对面坐着 他就练起了稿子 在餐桌上面 非常奇怪 只有把这个 他的这个健康状况掌握了 大家才知道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并不是说习近平过去一直以来真的有这么笨 有这么傻 而是现在呀 他得了老年痴呆症 那老年痴呆症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他将来会怎么样呢 将来有可能就在几年之内 他会完全丧失 记忆功能 以前呢 有一位这个美国有个前总统 李根 他在老年时候 他退休过以后很多年 得了老年痴呆症 全世界任何人 任何亲人 连他老婆他都认不出来了 到这种状况 现在习近平呢 就已经开始了 开始了这个老年痴呆症 这个进程 所以说啊 大家一定要一定要关注到 党内的党外的 所有的研究中国问题的这些朋友 大家一定要注意到这个迹象 这是影响中共的未来的前途 影响到中国前途的一件大事 因为习近平现在是中国最有权力的人 现在是最有可能 导致中国变化的这一个人 而这个人呢 现在居然得了老年痴呆症 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 普通老百姓呢 尤其是男性的啊 都有这个中年危机 因为一到中年呢 家庭负担过大啊 这个个人感情生活会出现一些问题 这个时候出现中年危机 这一些问题啊 对独裁者 对那些掌握大权的人来讲 那是不存在的 中年是他们呢 最好的这个年纪 但是呢 他们有老年危机 当他们一到了老年 他们呢 就面临着这个死亡的这种危险 这种危险呢 就会影响到他们自己的权威 影响到手下的那些人 对他的忠心 因为一朝天子一朝城呢 你如果是死了 那些底下的那些人 他们要寻找新的靠山 那他们要找到自己的未来 这个时候啊 就特别容易 特别容易背叛 当独裁者年纪大的时候 就特别容易被他的下属 被他的亲信所背叛 看一看啊 在过去这几十年当中啊 有几个国家的独裁者 都是在老年的时候 遭到了他们亲信 遭到了他们一手提拔起来的 那些军队的将领的背叛 比如说 像这个86年的时候 菲律宾革命的时候 那个马克思 他就被他的大部分的这个军队的军官所背叛了 被他的亲信 被他的甚至是他的亲旗 被背叛了 还有这个印尼98年革命的时候啊 那个苏哈托 他也是军事强人 但是他的所有的那些军队将领 不是他的亲旗 不是他的亲属 就是他亲手提拔起来的那些亲信 全部背叛他了 还有这个前些年 2011年的埃及的茉莉花革命当中 那个穆巴拉克 他也是军事强人呢 他也是过去啊 对军队的控制啊 那是非常铁碗的 但是呢 因为他年纪大了 到了80多岁啊 革命一起来 军队的那些将领 毫不犹豫的就把他给抛弃了 他过去的在政界的啊 那些啊 马仔 毫不犹豫的就把他一脚踢开了 最后把他关进了 铁笼子去受审 这就是独裁者的老年危机 习近平现在也面临着这一个危机 虽然他年纪还不如啊 穆巴拉克和苏哈托那么大 但是呢 现在啊 他如果是他的这个信息 他的健康状况啊 一直这么恶化下去 那么迟早就会被那些人知道的 那些人一知道 他已经在有了老年痴呆症的这种症状啊 已经是初期的老年痴呆症了 那个时候啊 他们就要为自己的前途考虑 你跟着一个痴呆老人 连自己的啊 老婆孩子名字都记不住的这么一个人 怎么会有前途呢 那个时候啊 大家就会想他们自己的未来 那个时候特别容易背叛 所以习近平他也非常了解 那这种啊 现在的这种危险 那么他采取的是什么办法呢 说实在 非常的愚笨的办法 这也当然了 也符合一个啊 这个得了老年痴呆症的独裁者的 他的这种啊 处境 因为他是独裁者 所以没有人真正的敢跟他提 非常合理的建议啊 他一言九鼎 一旦决定下来 其他人改不了 其他人只有拍 溜须拍马的份 只有当奸臣 另臣的份 没有当忠臣啊 没有正有 所以这个时候啊 他的决策系统 那是绝对不行的 那么他现在啊 想什么办法 来稳固自己的地位呢 他想啊 让大家都来表忠心 前些天 那么他们不是推出了一个 所谓的学习强国的 这样的一个APP吗 要所有的中共党员 中共的这个干部 甚至是一些事业机关的 比如说教师 都来下载这个APP 而且这个APP上面呢 每天都要学习习近平的讲话 习近平的一言一行 要他们呢 仔细的领会揣摩 然后呢 还规定了一些问答题 答对了就得分 答错了就失分 那每一天一定要得多少分 你这个人呢 今后才会有这个 晋升的前途 甚至是你才有 在这个机构啊 任职的这个资格 所以而且呢 他们还规定 你不能在上班时间 那八小时之内啊 去做这些 一定要在下班之后 所以这个造成了 很多党员的这个不满 中共过去啊 他一直是扰民的 这样的一个机构 一个团体 现在呢习近平变成了 扰共啊 扰官的这么一个这个党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自己把自己的根基 把自己的队伍 现在就搞乱了 所以在不仅仅是 民怨沸腾 现在啊 官院也已经开始沸腾了 已经呢 全面全面沸腾了 这是一个啊 对高层的那些人 高层那些人 大家都知道他们有 底下有的是秘书 有的是这个马仔 他们不需要自己 去搞这些APP 习近平呢 给他们也设计了一套 表忠心的方法 他要求过去啊 跟他是平级的 这些政治局常委 现在啊 都要当面的向他述持 就是明确告诉他们 你是我的下级 你必须得向我表忠心 然后呢 你才能够啊 能够在这个位置上面 继续干下去 这种表忠心有用吗 当然没有用 如果表忠心有用的话 那林彪怎么会反毛泽东呢 林彪是对毛泽东 表忠心表得最厉害的 每天拿着红宝书 天天喊毛主席万岁 喊好多遍 如果表忠心有用的话 那邓小平 他怎么会 把毛泽东的老婆 关到监狱里面 最后啊 逼着他自杀 怎么会在毛泽东一死 他就给自己方案呢 邓小平可是跟毛泽东啊 表过好多次忠心 写了万言悔过书 有用吗 当然没用 对中共官场的 那些老油条来讲 那些根本没有普通人的 这种啊 这个道德观念的人来讲 对他们来讲 给你表个忠心 说几句假话 那是一点都不困难 今天向你表忠心了 明天呢 就可以对你捅刀子 表忠心呢 这就是一个走夜路吹口哨 给自己壮胆的办法 这种壮胆的办法 最后不仅仅不会起到作用 还会啊 让这些人知道你蠢 知道呢 他任何时候只要有机会 就会向你下手 就可以增加他成功的机会 习近平呢 做了这么多的动作 但是现在心里面呢 还是没底 还是对他手下的这帮人没底 所以说啊 他最怕的就是开会 四中全会 本来是去年 就十月份就一朗开的 一拖再拖 一直拖到现在 也没开 为什么怕开会呢 所有的独裁者 他统治百姓 那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窍门 就是不让百姓聚集在一起 现在呢 习近平他不仅仅是要面对 中国百姓的这种反对 他也要面临中国官场的 这个共产党内部的 这些势力的这个反对 所以他现在是最怕的 就是这些人聚集在一起 一聚集在一起啊 就有机会来公开挑战他 只要有一个人就开始挑战他 那么这个多米诺骨牌啊 就会一连串的就会倒下去 就会引起连锁反应 所以说啊 四中全会 他就把它错过去了 但是呢 两会他错不过啊 这次两会 这是法律规定的 宪法规定的 必须开的 人民代表大会 是全中国名义上的最高的权力机构 所有的这些决策 所有的这些法律都要通过两会这个程序 才能正式的成为一个制度 所以说两会他必须得开 他绕不过绕不过去 这次习近平啊 他在两会的这个之间呢 他面临着五大风险 也可以说是五个方面的风险 我现在就给大家来描述一下 首先呢 是来自于江征系统的这种风险 就是江泽民 曾庆红这个系统 这两个人是控制了中国 二十多年的这个 霸王 他们过去 即使是在胡锦涛 温家宝执政的时代 真正的后台老板 还是这两个人 他们在全国的政法系统 军队系统 这个党政系统 都是这个爪牙密布 所以是权力最大的人 但是呢 习近平上台之后 就通过这种强力的 选择性的这种反腐攻势 把江征的这个体系啊 给打乱了 人打掉了不少 江泽民现在是 垂垂脑椅行将就木 号召力不行了 战斗力 已经削弱了很多 可以说是上师殆尽了 但是曾庆红 现在还是廉富力强 他在太子党内 在军政系统 现在的号召力 影响力都非常的强 习近平也一时办法 也拿他没办法 那么这次两会的时候 这个体系的人 都有可能反扑 都有可能给习近平 一个教训 毕竟你习近平过去这六年 执政期间 中国各个方面的情况 都是每况愈下 你的执政是不及格的 甚至是可以说是打零分的 那这种情况下 他们反你 那是完全有道理 无论是从党的利益的角度来看 还是从国家利益 人民利益的角度来看 他都可以反你 所以说他们有很多高大上的理由 可以反习近平的 那第二个风险呢 就是来自于军队系统的风险 过去的这个 徐才厚 郭伯雄 还有这个黄丰辉 这些人呢 那是被习近平呢 已经打入死牢的 现在已经有些 已经被整死的 像徐才厚 那这些人在军队里面呢 也是长期经营的 这个子弟 袍泽 对他们呢 这个印象都是非常好的 你像徐才厚 很多军队的将领都认为 他是这个杰出的战略家呀 像黄丰辉 他是在军队里面呢 大家都知道 他是军队科技发展的这个专家 那么就是因为政治冲突的原因 被习近平拿下了 以这个所谓的啊 贪腐的原因拿下了 但是对军队那些将领来讲 那么这中共之内 谁不贪腐呢 最大的 现在最大的这个贪 贪污犯啊 腐败分子就是习近平啊 习近平家族啊 你怎么能以这种方式 来打压我们的老领导呢 对他们来讲 贪腐根本不是个事 至少也不是应当 你习近平拿出来说的事 所以说这些人 对习近平 那正是有刻骨铭心的仇恨 而且这些人 他们自己也知道 作为过去 郭伯雄 徐才厚 还有这个房峰辉 还有张阳这些人 他们所提拔起来的这些干部 不是习近平的亲信 他们能有前途吗 他们随时都会有灭顶之灾 所以说这些人呢 他们也会趁机 这个两会之机啊 也有可能趁机发烂 那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风险呢 大家可能就猜不到了 我告诉大家 这第三个风险呢 是来自于胡温系统的 这个团派 也可以说是平民出身的 这些官员 这些人呢 过去也是习近平 所打压的对象 可以说是被他欺负的对象 这些人因为他们 没有很硬的后台 他们最硬的后台 本来就是胡锦涛就是温家宝 但是这两个人呢 本来就是弱主 就是真没有 从来没有真正的掌握过中共的最高权力的 所以对他们的打压 成了习近平呢 这个最毫无忌惮的 这么一个打压的对象 这批人对习近平也是非常的不满 而这些人呢 因为他们呢 这个都是有选拟比较高的 都是比较聪明的 在这个政治体系内部 对这个游戏规则也都是掌握得非常好的 虽然胆子小一点 但是聪明才智 可能超过这些太子党的人 所以他们也有可能 趁机反扑 两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不仅仅是这些普通的 这个 党政官员 甚至是在 甚至是在 中共的这个政治局 政治局常委内部 都有人这一次趁机要搞习近平 现在正在寻找时机 这就是第四方面的 四方面的风险 那么他们会怎么做呢 体制内的这些反习的力量 他们会怎么做呢 据说 据这位美国专家告诉我 说现在他们已经在 这两千多个 这个人大代表里面 已经安插了他们自己的人 这些人呢 只要通过人大的这个机制 提出对习近平的 一系列执政的这种质疑 那么 这个讨论呢 就不可避免的就要展开 就会不可避免的通过媒体 就要扩散出来 这一扩散出来 那个效果就不得了 因为啊 这一堆干材 只要扔一个火柴进去 这干材啊 马上就会燃起 熊熊大火 所以说习近平 他怎么能够不心惊入跳呢 两会不能不开 一开呢 就面临着这么大的风险 所以这一次啊 两会 习近平呢 他要防这些代表 那剩余啊 防猛虎 剩余防洪水 那么他怎么防呢 大家看见了啊 他们在两会代表住的这些宾馆的周围啊 都拦上了铁丝网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就是要给这些两会代表啊 一个心理上的震慑 你不要以为你来啊 就能够开两会啊 你就人五人六的 你在这里 你们是啊 龙中之鸟 你们不要想啊 放肆 不要想啊 对我说三道四 这一次重点防御的 实际上是这些两会的代表 让他们不要出声 去年两会的时候啊 习近平就派过几百个武警 走入两会会场去震慑他们 但是今年他觉得这样还不够 要把两会代表 在全部的24小时 7天24小时 全部的监控起来 全部的让他们感觉到啊 这个如盲刺在背 不敢乱说乱动 这才是今年两会的 维稳的啊 一个新的标准 那么还有第五方面的 这个风险 就是来自于民间抗争的风险 现在啊 对中共意见大的啊 不仅是官场的 老百姓的意见呢 是非常的大 那就在前几天啊 还有一百多名啊 这个国企的退休员工的 这个代表 那一百八十九名 像北京市公安局啊 向他们申请 要到北京来游行 要来请愿 要在两会期间 来向这些两会的代表来请愿 后来这一百八十九名代表 当然都被控制了 为了不让他们呢 这个把这个事件呢 继续扩大 不对他们呢 没有对他们进行强力的打压 而是给这一百八十九名代表 很大的一笔补偿 让他们呢 收声让他们自愿的把这个事情平息下去 因为这些人呢 他们在这个他们的那个维权群体里面呢 都有一些影响力 都有一些号召力 所以说啊 这次习近平 他是用收买的办法 来对这些民间抗争的领袖啊 来进行来平息 来化解和他们之间的这种矛盾 就在前些天啊 就在前些天呢 习近平他召开了这个对一个小型的会议啊 就是他们的这个最上层的领导班子 召成一个小型的会议 那出台了啊 一个办法 就是在两会期间的 对民间的这个抗争的维稳的办法 这个办法呢 已经下达到全国各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 这个常委那一级 他让这些人一定要保证 要保证呢 这次两会期间 绝对不能够在省城这一级啊 出现大规模的这种抗议 甚至是啊 不能够出现一千人左右的这种规模的抗议 因为对他来讲 每一个小的事件 每一个小的事件都能够引发大规模的民变 所以说呢 他要求这些人 今年呢 在防止这个民众抗议方面 是民案两条线 第一条线呢 民的就是要围堵 把这个所有的想去省城 去请愿的这些人 去闹市的这些人 按他们自己的话 要把他们堵在家门口 不让他们出门 现在不是有社会信用保障体系了吗 有一千多万人 根本是上不了火车飞机的 这就是啊 也是这个他们的配套的措施之一 他们现在可以用的很 可以用起来了 那么同时要派出大量的警员 去把这些人呢 堵在家门口 不让他们出门 那还有一些人 如果是 真的是跑到了 冲破了他们这第一道防线 真的是跑到了 省委省政府 省城 去闹市 那怎么办呢 习近平说 如果是人少的 那就去把他们呢 就抓起来 关起来 这个控制起来 不让他们扩大 如果是人数比较多 过了几百人 几千人 那个想 直接靠这个武力 去抓他们 可能就不太好了 可能会引起冲突 他跟他们下达的这个指令 是绝对不能用强力的形式进行镇压 因为今年的形式 实在是太诡异了 他不想当这个 这个超塞斯库 一旦暴力冲突 就会被国际社会所运用 所利用 就会大造舆论 就会引起 这个全国人民 对这个政权的 这个集体的愤怒 所以在这种时候 他说绝对不能够 强力镇压 那么怎么办呢 用钱来解决 他们今年的 这个补偿的标准 据说是每一个人 上限是十万 只要 把他们逼回家去 把他们引诱回家 只要他们在这两会期间 不落事 告诉他们 每一个人最上限的是十万 当然了 花钱越少越好 那么现在中共的这个经济状况 不是很差吗 不是缺钱吗 我告诉大家 现在中共 他真是缺钱 但是缺的这个钱 是缺的外币 缺的美金 缺的真金白银 人民币 一点都不缺 他们刚刚出台了措施 就是说中共 现在可以把 无限制的印发国债 把国债变成现钞 国债发了 没人买 怎么办呢 直接交给中国人民银行 人民银行把它买下 买一下了就是 买一下多少国债 他就印多少钞票 然后呢 政府就有 用不完的钱 所以这次习近平 告诉各省的这些常委 你们每一个省的大省的 好像是这一次两会期间的 这次维稳的最高的 这个补偿可以到100亿之多 那么一小的 比如像零下 这个甘肃这些地区的 大概是减半的还是三分之一 就是这么一个标准 所以说现在呢 现在啊 他们的维稳 有了明暗两条线 明的是赌 暗的呢 就是用钱来解决 现在就看 今后这半个月形势的发展 所以说民间抗争的这些朋友 大家把这些消息啊 扩散出去 那么最后呢 最后希望所有的维权人士 在这两会期间都能够有所收益 那么我也希望呢 中共体制内的那些 这个对习近平的 这个倒行逆施 有所不满的这些 这些人呢 能够抓住这个机会 好 今天呢 我就讲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收听 下一次再见 再见 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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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听